接下来台湾运彩来到第三届 接下来五年也好 十年也好 你有什么样的目标跟愿景 这个跟大家报告 我们打造了这个全新的运彩3.0 我们提出了三大特色 十大亮点的一个东西 我们希望让产品更丰富 我们希望让大家投注更便利 我们也希望体育可以更受惠 那这个第一大特色就是产品更丰富 这里就有四个亮点 包括我们的运动赛事 可以投注的从第二届的16种 我们扩增到26种 我们增加了橄榄球 三对三的这个篮球 五人之的足球 沙滩排球等等 我们多了一种赛 多一种赛种就多一些课程 那我们的这个 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场中投注的 从第二届的6种球种 增加到第三届的10种球种 那场中投注是大家最爱的 对 我们以后电竞 还有这个桌球 我们都可以 还有这个美式足球 我们都可以来提供这个场中投注 场中是最刺激的 对对对 那第三个我们的玩法 我们的玩法也从现在的28种 增加到50种 包括足球 我们可以来拆角球 多大多小 对不对 那你说棒球安打数多大多小 这都我们都可以来拆 对 那另外呢 我们有喜欢把我们运彩 当乐透买的 小金额购买 想要中大奖金的那种 我们也让他过关数最高 可以从八关提高到十二关 所以在产品丰富的这个特色底下 有这四大亮点 另外一个投注更便利 这个特色底下也有四大亮点 首先第一个大亮点就是我们 尸体投注站从现在的1600多家 增加到未来的2600多家 那除此之外还有24小时 全面提供服务 因为我们很多赛事在美国 在欧洲 对 我们24小时 你手机平满可以投 我们有的投注站 也会开到24小时 我们开盘也24小时 从周一到周日全听后 所以这个也很便利 那第三个便利呢 我们是场中投注还提供 就是我们所谓的场中串流媒体服务 你今天在玩场中 那网球比赛的现场场的一个转播 就在网路上可以直接看 这个这个也可以让大家投注的更便利 所以另外呢 我们全面用QR Code 以前到投注站 你要填很密密麻麻的投注单 现在不用你手机拉一拉 产生QR Code 在这个投注机的机器 可以叮一下就可以印彩票了 或者是投注机 投注站的一个电脑 上头点一点 印出一张QR Code 然后拿到投注机叮一下 马上就有彩券可以拿了 所以让大家全面QR Code 所以变成是说 我在投注更便利底下 也有四大亮点 然后最后呢 第三特色就是体育更受惠 体育更受惠 对 体育更受惠有两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 就刚刚主持人你说的 我们新一标开始 所有的网路会员 我们投注的金额 一百块从十块 变到十二块 依注给国家的运动发展基金 所以大家 不影响大家的投注权益 是纯粹我们整个发行团队 依注国家的金额变多了 那这个是更受惠的一点 第二呢 我们所有的投注站 政府也多了一个 所谓基优退役运动选手 可以来加入我们经销商的行列 所以我们除了一般的 具体育运动专业知识 我们有两千个投注站之外 我们还有基优退役运动选手 六百一十五个 加进来我们的一个行销的行列 等于是让他们运动 退役以后的就业 还有一点可以有个机会跟照顾 也创造很多就业机会 对 所以这个国家的一个体育政策 等于是可以更发展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完善 所以在这三大特色 十大亮点的情况之下 我们希望带给我们所有的消费大众 全新不同的体验 那也让我们的所有体育运动 专业知识的经销商们 大家收入可以更好 然后挹注国家的运动发行基金 可以更大 也让我台湾运彩成为国家 最重要的一个运动的 发展的一个推手 当然是这样 希望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好 真的 非常谢谢Ted 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我相信有最好的盟友 还有这么缜密的计划 未来台湾运彩的表现会让大家更为之亮眼 祝福您 祝福台湾运彩 谢谢佳玲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 好 决策者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